這邊的話大概幾個 我要把這些用這個規則 並且配合and REPT LEN 所以如果你的REPT不熟的話 自己做一下 這邊有個練習題 比如說 他如果100筆 給一顆心的話 那當然四捨五入嘛 那不是四捨五入 應該是 捨棄小數點才對 所以呢 當然你可以講 插入函數 重複幾顆心 所以我可以用文字裡面的REPT R開頭嘛 所以你這邊往下 到這邊REPT 他會告訴你說 REPEATT 第一個是TEST文字 重複的次 第二個的是重複幾次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第一個TEST就是選這個好了 因為就是這個心 OK 第二個的話呢 幾次嘛 所以這個是文字哦 前後有算 後面要給一個數字 那數字的話 根據這個銷售量 但你會發現150 哇這麼多不對 要除以多少 除以100 100 給一顆心 但是呢 因為它是1.58 不過有1.58顆心嘛 沒有 不過它自動會是一顆心啦 但是如果你要比較正確的應該把 1.58 無條件捨去掉的話 你可以用哦 無條件捨去應該 有Rundown也可以 Rundown就無條件捨 或者 另外一個叫INT INT應該比較簡單 好 INT 前刮弧 到後刮弧包一下 意思就是說 利用INT這個函數哦 幫我把小數點取 就是把它移除掉 那其實INT是什麼意思呢 INT實際上就是integer 就是整數的意思 也就是說 INT這個函數哦 就是幫我留下整數部分的資料 小數點怎麼樣呢 就不要了 OK 那當然這個INT 另外還有一個叫Rundown Rundown的話就是 也是一樣 幫我無條件捨去小數點 之前有同學很有趣哦 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不用Rundown 很簡單 這打三個字就完成了嘛 Rundown你要打幾個字 對哦 所以有的時候工作裡面啊 為什麼 越短越好嘛 沒事幹嘛 你寫一大堆 所以有時候我的邏輯很簡單 反正我不要寫一堆 盡量邏輯越簡單 你也比較好維護 不然之後自己寫完東西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OK 那這無意義了 OK哦 好 越簡單越好 所以盡量哦 你要想一個方法 很直覺的 千萬都不要用背的 不然的話 你以後做起 你還要在那邊 東澡西澡的 像我這些全部都 不是特別去背 好 反正就很直覺 就可以知道該怎麼做下一步了 再來的話 不然因為我要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有個問題 它這個列有沒有 會自動加一 因為向下填滿嘛 它規則就是你一填滿 它一變二 二變三 那向右填滿 剛好前面這個藍 會幫你C變D D變E嘛 所以你錢 如果你不希望它 向下填滿 自動幫你加一的話 那你就是在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加的話 當然你不用說 當然你這根加個位 也可以啦 只是說沒有意義啦 多加的 我是建議一顆 慢慢養成西瓜 不需要不要加 因為加了反而以後會有麻煩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這樣的話就向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 完成第一 第二個 LEN的話 這個就算長度 這個其實也沒什麼 你往上捲動 這裡面有幾個字 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LEN 這邊有LEN OK 不過LEN下面有個LENB 這個是算幾個字 這個算幾個bytes B的話算bytes 那也就是在那個Excel裡面 如果是中文英文數字 全部都算 如果用算字的話 都算一個字 可是如果算bytes的話 如果你是中文字 就兩個bytes 另外的英文 數字或者是英文字 如果是全形的話 也是兩個bytes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找出什麼 找出你那個 某一個儲存歌裡面 到底有放幾個中文字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LENB的結果 減掉LEN的結果 就可以算出那個 裡面有幾個中文字 因為常常 有沒有 儲存歌裡面我想要知道說 有中文有英文 然後又有數字 那我要知道有幾個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招 LEN 有沒有 B 減掉LEN 就會有答案 OK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還有全形半型的問題 怎麼辦 所以你還要去想說 裡面有沒有一個 全形轉半型的方法 有沒有 BIG5 將半型轉成全形 有沒有 這個是轉 倒過來的話是哪一個 將全形轉成半型 有沒有看到 所以每一個每一個 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以後 要希望熟悉這些 Excel的函數 請各位花一點時間 把這上面的 稍微 瞄一下 如果有些沒事 你就稍微看一下 哪一個函數是什麼意思 但也許剛開始不理解 沒關係 先瞄一下 有沒有 像剛剛這個 將半型轉 不過有時候看關鍵字就對了 有沒有 將全形轉半型 就ASC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LEN 所以LEN的話 你就是很簡單 TEST 給文字就這一個 然後按確定 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就可以得到 它的長度 那如果對跟錯 因為身份字號 一定要十個字 所以你旁邊 可以再多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 這個後面我們還提到 不過這個蠻簡單的 如果它的長度 等於十個字的話 那表示yes 對的 反之就no OK 也許像這樣子 那我們 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它就會yes或no出來了 OK 那其他還有 像 這個地方是取第二碼 判斷性別 這個也許自己再看一下 這個用mid的函數 這邊可能就不是LEN 是用mid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像laps跟right 取前面的取後面的 甚至還有train 就是去除多於空白的 這些我想請各位就多練 因為這些練習題主要就是要讓大家怎麼樣 熟悉這個裡面的這個文字類的函數 OK 那到底有幾個 可能大概就這些吧 你會發現 這有很多有點像重複 LEN有LENB 那laps有lapsB 等於 到底一樣 B就是bytes 就是切那個bytes的部分 OK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如果用剛剛邏輯 想要把它串出正確的結果的話 等於什麼 開頭09 那因為是文字哦 記得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and串接嘛 所以特別說and就是這個 串接 這個除成格的東西 那你可以先 你再不用一次全部做啊 你可以先打勾 0911 後面的話and 然後再一個 減的符號 OK 那我們先打個勾 看一下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and 嗯 關鍵的地方來了 要重複幾個零 然後再串接84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剛剛的那個rept 重複嘛 那我們用rept好了 因為這邊習慣直接自己打 repeat什麼呢 幾個零 夠點 欸 幾次 幾次的話呢 就用3去減 3減掉什麼呢 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可以用什麼 len 錢瓜糊 算一下 幫我算一下這幾個字 欸 它算回來 兩個字有沒有 倒過來這邊 那就是3減掉2 那就是1嘛 意思就是重複幾次1 特別是有前瓜糊就有後瓜糊 打勾 重複一個零有沒有 然後後面再and and什麼 and84 再打勾 084有了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啦 OK 就剛剛那個意思 然後後面這個怎麼做 公式基本上一樣嘛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哪裡呢 從減的符號 and也要吧 一直到後面把它複製一下這個公式 為什麼複製呢 因為只要把G4改H4 不就其他都一樣嗎 對不對 所以把它再貼到後面 然後把這個G4改成H4 這樣子 或者這樣選它 點這邊也可以 兩種方法 打個勾 出來 點兩下 OK 大功告成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OK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如果熟練的話 工作就完成了嘛 而且還蠻愉快的啦 OK 說真的一下就搞定了 不過這個方法當然還有更快的方法 以後如果直接一個按下去就OK了 對不對 或者是這邊插入一個函數 自動給123 也OK 就是自訂函數 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呢 練習一下把那個REPT跟LEN 或其他的文字類函數 那文字類函數有一些我沒有講到 請各位自己 找一點時間 稍微看一下那個函數 的重點 或許啊 像我以前很認真哦 甚至筆記本裡面哦 有一本筆記就專門做筆記的 筆記什麼呢 把文字類的全部都把它 一個一個列出來然後寫一下 這個函數做什麼 如果不太清楚的話 有那個說明嘛 說明看一下 你將來就是 原來這個函數 ASC以後可以把什麼呢 把全形轉半型 OK 如果以後人家給你的data 裡面有全形字 那你希望全部都變成 半型的 不要有全形字的話 ASC就搞定了 OK 所以 嗯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就是 算是那個畜類旁通吧 那以後文字 跟資料類的函數通通都熟悉了 再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那每一個每一個你都急迫的話 哇那以後 不管遇到什麼函數 對你來說應該都不是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REPT加上LEN 這個函數 試著做做看